受到颱风影响 雨站南部的地区 其中在屏东这边 也是有机淹水状况 有许多的地方都泡在水里面了 从市区这边来看 在这个瑞光路这里 就出现了一个风雨状况 有路数承受不住 是整个倒在了马路上 横跨了好几个车道 一度影响了交通 不过还好当下没有压到人车 另外是在这个河生市场 也是因为这个雨水的关系 大排沟直接淹到路面 车辆像是水上行舟 那另外越往这个外围地区 比较偏山上的地方 高速地区的南新路口 这个也变成了小河流了 这个水在泰河路上 也都已经流进村庄里面 而在屏东长治乡的繁华路 决更是直接淹进了住家水深 到小腿渡这里 附近居民也相当无奈 因为这边 只要每逢大雨就会淹水 这次水直接淹到家里面来了 不过他们还是苦衷作乐 在这里拿着这个大桶子 呆当这个船来划 雨还没有停歇的状况之下 水恐怕没有这么快退去 另外也有民众拍到 在东港的华侨市场前的停车场 疑似这个台风把这个消防系统 有一些故障的状况 导致这泡沫是满天飞向下雪一样 整个淹到了这个路面上都是泡泡了 而雨天状况 目前还是持续的下下来 甚至有豪大雨超大豪雨的一个警戒 因此要提醒民众 尤其是低蛙的地区民众要特别留意 可以看到岡山的加新路 事实上从今天凌晨四点就已经封闭 因为可以看到整个路面都出现积水 而且距离有长达上百公尺 因此可以看得到现在 除了车辆不能通行 有许多住在里头社区的民众 目前只能涉水回家 根据我们刚刚了解 其实有部分的民众昨天还在上班 而上完了大夜班 今天一早回到家才发现 根本就进不去 目前只能把车子停在外围 然后走路回家 而根据了解这场雨 事实上从今天凌晨开始下起 而到了四五点的时候越下越大 所以在岡山的这个加新路 这个路段是在四点就已经封闭了 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 不但路面这个旁边的垃圾 随着这个水流飘到了马路上 而且有许多的这个民众准备回家 也可以看得到他们有家人 也特地走出了这个门口 要来迎接他们 希望给他们一些温暖 以上目前位于高雄加新路的最新情况 凯米台风在过境的时候呢 包括宜兰的元山乡三星乡 淹水情况都非常的严重 那么今天早上呢是来到了三星乡 也是淹水非常严重的 包括像是这个青州山路附近的巷子里面呢 其实这附近都是农田 昨天是直接淹了起来 那么透过这个民众给的间接器可以看到呢 昨天淹起来大概是十点多的时候 这个水淹起来的速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很快就已经淹到快要到小流度 这个地方了 甚至呢旁边还有很多人 当时是直接被撤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稍早访问 然后有撤离 有叫我们撤离 有的没有 我们没有撤离 里面全部淹进去的人都撤离 那一排都撤离 对对 那一排都撤离 是喔 他们是淹到家里面是吗 他们因为他们地窝比较低 他们淹到一樓去 因为你看水淹到这里嘛 他们那边比较平面的话 应该都是去里面的 本来是长这样子就对 对 本来是这样子 然后倒下去而已 很严重 这一次很严重 那要做洞水浆 里面状况还好 里面状况还好 因为我们家没有淹进去 那里他们很惨 他们前面比较惨 他们有人回来了吗 应该是有 因为大家都要打扫家里 家里真的很乱 他们如果有淹进去的话 都很乱 整变了 其实这户人家 他们本身有在种植一些蔬果 但是他们所有说 昨天是后面的火源 是全部都已经被水淹掉了 包含像是旁边堆放的这个棚架 其实他们本来应该就是这样子 用来晒这些蔬果的棚架 但是原本放在这一侧 因为这个强风的关系 是直接掉到旁边的田里面的 省事的直接翻了过去 那么因为昨天水 当然是还有淹到 他们说快要到河水庫的高路 所以他们是直接 用这个水桶里面装水 那么为了就是要防止还有更多的水 来进到家里面也幸好他们有做的这个动作 也因此家里面暂时没有这个淹起来 不过可以看到那一边一整排住户 其实他们一楼几乎都是淹水的情况 也紧急了撤离十几步 可以看到在这个嘉义的鹿草乡这里 这个水烟马路几乎都看不到路面了 成了泥流了 而消防局也出动橡皮艇进行 持续的救援当中 运有多位的村民 目前还受困在家里面 因为水烟越来越高了 几乎已经超过了小腿度的部分 因为在这个海平台风 虽然在清晨四点多的时候出海 但是嘉义县的雨量依旧是超大 已经造成了巴掌溪暴涨 因此也出现了溢流的状况 而在周边的鹿草乡的后决村 南京大排西也整个暴涨溢出来 倒进周边的村庄出现了淹水状况 来听一下骚早访问 一早五点多要出门的时候 发现这水直接淹进家里来 而且还持续不断的暴涨上去 越来越高 因此消防人员是赶紧出动了 橡皮艇要进行逐一的撤离的动作 而乡长也提醒 因为这个巴掌溪议题的部分 下面有很多的桥梁 还有道路都已经封闭 要提醒附近居民不要靠近前往 一早天亮看到消防人员 是出动了橡皮艇 因为在嘉义水上的义兴村 那边现在有十多位的村民受困 必须这个水淹到了胸部以上 根本没有办法进出家门 所以消防人员是出动的橡皮艇 一早是展开救援行动 道庭昨天晚下了多大了 我们看一下当地居民的说法 由于这个地方是临近的赤兰溪 因为昨天晚上因为凯米台风的关系 开始下起了滂沱大雨 这雨是来得又急又快 导致溪水暴涨 整个满溢到了路面上来 整个是淹到了这个村子里面去 导致住在比较低洼的地方 是这个住家水深是到了胸部以上 根本没有办法下楼来 因此是暂时躲在二楼三楼以上的地方 是等待救援当中 因为这个溪水的暴涨 导致这个水势也没有办法一下子给退去 因此出动了橡皮艇 现在要了解受困的居民是否要出来 还是有任何物资的需求 这是受困者的视角 他们是输浚工程包商的保全人员 台风店负责留守在当地的输浚点 看管机械随时回报状况 他们清晨四点多 看着小怪手外出去查探水情 没想到这时候突然吸水暴涨了 因此自己被围困 没有办法出来向外求救 依旧派人前往救援 也出动了橡皮艇等工具 不过查看现场之后发现 可以透过大怪手把人救过来 因此利用公司的大怪手进行接驳 把两名保全人员顺利救了回来 他们没有受伤 说不用就医 这是四合局外包输浚工程 台风天派人留守 同时要回判灾情 他们天一亮 看着小怪手去查看的时候 被吸水给围困 还好及时救出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